全台湾目前约有23万人有心房战斗的困扰 根据统计每6位中风患者就有一个和心房战斗有关 台北荣总心脏内科赵子凡医师发现 年轻且没有危险因子的台湾心房战斗病患 每年的中风率净有1.15% 将近是西方国家的两倍不可轻忽 之前研究这个心房战斗它的发生 震发性 震发性它可能99一次 那跟这个持续性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心率已经都变成 随时都是在心房战斗 这两组病人的中风率是一样的 所以很可怕 其实你只要一次心房战斗发生 你一样有可能造成中风危险 心房战斗是指心房没有有效收缩 内部的血液就会处于流动不佳的状态 长久下来容易形成血栓 一旦血栓流到脑部 就会阻塞脑血管而引发中风 目前除了口服抗磷血药物为主要治疗方式外 及早预防并不容易 有点困难是因为这些血管上发生 它实际上随着年纪增加 它的机率都越高 它可以算是视为这种心脏的脑化现象 那当然如果你有合并这些糖尿病 高起来这些风险 疾病的时候风险越高 所以事实上好好的规则的运动 健康的生活习惯 去预防这些慢性病的发生 那其实才是一个预防的最好的方式 赵医师表示 民众平时可花一两分钟时间 测量自己的脉搏 如果发现心跳有不规则的现象 即使身体没有不舒服 也应立即就医仔细检查 防范可能的风险